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 并为副总统哈里斯背书 民主党林郑换帅 哈里斯能否顺利解放 并扭转不利局面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宣布万斯为副手 畅销书作者草根80后 比特朗普还特朗普的万斯 此番为何得以脱颖而出 这对组合一旦胜选 又将给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带来怎样的挑战 今日看世界 美国大选倒计13个月 民主党内部的强大压力之下 近一个多月时间 81岁拜登终于宣布退选 并且表态支持提名 副总统哈里斯 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正如美国媒体所说的 射向特朗普的子弹 最终击中了拜登 这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 第一次美国现任总统退选连任 早有准备的时代周刊 在拜登官宣 一个多小时之后 就发出了新的封面 当中看到哈里斯 大不流行走来 反观前面的拜登 只留下了一个背影 同时杂志还附上了 他们之前的那期封面 当时的拜登 也已经是走人的姿态 配写的文字是panic 慌乱 华盛顿邮报评论说 一方面民主党确实得到了 党内许多人想要的结果 拜登出局 但是另一方面 接下来的程序是个大问题 而且非常棘手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定在下个月的19至22号 在芝加科举行 会上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 尽管哈里斯得到了 拜登 克林顿夫妇等人的背书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他可以自动获得提名 毕竟还有党内的一众大佬 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他 过去三年多 哈里斯担任副总统的表现 也并不充分地具备民意好感度 一边是胜券在握的特朗普 一边是举棋不定的民主党 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 美国的对决正在上演 美国大选又起波澜 自六月底 在首场电视辩论会上 表现不佳后 竞选生是一路走地的 美国现任总统 81岁的拜登 在当地时间7月21日 正式宣布自己退出总统竞选 并表示支持提名副总统哈里斯 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拜登的这一决定 距离对手 共和党籍前总统特朗普 遭遇枪击大难不死 仅过了一周 过去这一周里 特朗普除了正式获得 共和党提名 展现了自己美式英雄般的 临场反应 还提名了颇具话题性的 年轻参议员万斯 作为自己的副手 一举一动都加重了民主党人 对拜登老太龙中形象的不安全感 于是 民主党内有越来越多众议员 参议员和重要捐助金主们 公开或私下表态 向拜登施压退选 在退选压力不断攀升 又因感染新冠 而被迫暂停竞选活动后 拜登最终宣告放弃竞选连任 将专注于在余下的任期中 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相信我的名字是总统 我的领导力在世界上 我的领导未来的领导 我全都贷得第二个月 但无法 无法 能够救我们的国家 这包括私人的领导 所以我决定 最好的方法 是在新一代的方法 是在达到新一代的方法 这是最好的方法 在我们的国家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 我将会在专注于我的工作 拜登决定退险 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党内的一众大佬 包括舒默 佩洛西等人 都出面向他施压 要求他退险 第二个呢就是 民主党的一些重要的金举 也表示不愿意在支持拜登进险 所以这两个因素 导致拜登最后 做出了这样一个艰难的决定 那么现在拜登呢 已经提名哈里斯 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 当然还需要这个民主党的代表来投票 目前看来呢 哈里斯获得提名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哈里斯获得提名以后 我觉得民主党会调整这个竞选的策略 这个策略呢 可能就会更加主动积极 因为哈里斯他一个比特拉姆年轻 第二个呢 他是女性 然后又是少说足以 这样对民主党的一些基本盘 会起到提升士气 而增强信心的作用 那么拜登对特朗普的这个竞选策略 更多的是防守型 哈里斯的竞选策略很可能就是要更多的 体现在进攻方面 更加积极活跃地展开选战 然后在很多问题上来挑战特朗普 美国战后历史上曾有两位在任总统放弃连任 分别是1952年的杜鲁门和1968年的约翰逊 但这两位民主党人宣布退选的时间都更早 也给本党留出了更多的调整时间 不过在那两次选举中 接棒者最终也都输给了共和党对手 目前民主党内除前总统奥巴马 没有明确表态 其余党内大佬 基本已经迅速集结在哈里斯周围 哈里斯也已经获得了拜登的竞选资金 准备全力迎战特朗普 鉴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 留给民主党人的时间并不多 特别是俄亥俄州最早9月份 就要开始大选投票 根据这个州的法律 两党必须在8月7日前提交总统候选人名单 因此民主党几乎没有时间 就总统候选人进行内部详细讨论 和公开角逐 果然 哈里斯在拜登宣布 退出大选后的第二天发表声明称 已经获得足够支持 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这当中有选择上的惯性 哈里斯当过副总统 所以他的背景已经做过 非常详尽的调查了 而如果这个时候换一个新的候选人上来 可能万一有些丑闻 大家还不知道 那么拜登团队的竞选相关的资金 也可以更为顺利的直接转给哈里斯的团队 而如果要转给像纽森 或者其他民主党内呼声比较高的州长 潜在候选人的 他们的团队的话 就没有那么顺利 另外哈里斯作为副总统 有很多业务他也已经是熟悉的 所以选择哈里斯 在这方面是有他的非常优势的因素的 那么不选择他 同样后果也严重 因为这个时候出现了女性黑人候选人 如果林郑把他给换了 那党内可能会形成特别大的分裂 当地时间7月22日 哈里斯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 民主党竞选总部 发表了自己今年大选的 首次竞选演讲 期间拜登还通过电话连线 表示对哈里斯的坚定支持 这也是拜登宣布退选后 首次在公共场所讲话 对此哈里斯的表现也是相当兴奋 Jow 你看吗 你听到这个召唤吗 你能看到吗 我看 我看 演讲中 哈里斯率先向特朗普出招 他火力全开 将自己的检察官经历 与特朗普犯罪经历进行对比 表示他清楚特朗普是哪种类型 Predators who abused women Prodsters who ripped off consumers Cheaters who broke the rules for their own gain So hear me when I say I know Donald Trump's type And in this campaign I will proudly I will proudly Put my record against his 在成为拜登的副手之前 哈里斯曾做过加州总检察长 有趣的是 据加利福尼亚州竞选财务记录 在时任加州总检察长 哈里斯的连任竞选活动中 特朗普还曾在2011年 向哈里斯的竞选账户 捐款过5000美元 之后又在2013年 额外捐赠了1000美元 哈里斯在竞选活动中 也提到了自己曾担任 洛杉矶地方检察官 和加州总检察长的专业背景 可以说某种程度上 哈里斯已经将这作为 是与特朗普过招的策略之一 从竞选活动现场来看 哈里斯贴标签的做法 很是能踩在民众的兴奋点上 在长达17分钟的演讲中 哈里斯称赞总统拜登 在政治上的成就 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 表示如果当选 他将采取行动扩大堕胎渠道 让工人更容易加入工会 并解决枪支暴力问题 这些政纲与特朗普的 形成鲜明对比 《华尔街日报》称 更为讽刺的是 随着拜登的退出 选情出现了转折 特朗普成为主要政党提名的 年龄最大的候选人 在极力向外界淡化 对拜登年龄和思维敏捷度的担忧后 民主党人正试图将这套话术 用在特朗普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 现年59岁的哈里斯 可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消息 已经让民主党选民捐款热情高涨 当地时间7月22日 哈里斯竞选团队公布 在过去24小时内 已经募集到8100万美元的捐款 创下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的新纪录 88万名普通捐款者中 有60%为今年大选以来首次捐款 支持拜登和哈里斯的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当天也宣布 在过去24小时内 大警主们承诺为哈里斯竞选 出资1.5亿美元 但与此同时也有观点认为 哈里斯近四年的副总统履历 并没有成为他的政治加分项 相反可能成为副资产 哈里斯担任副总统期间 几乎没有拿得出手 哪怕是一项 让美国民众能够印象深刻的政绩 相反 在美国民众的记忆里 满是哈里斯在公开场合 不合时宜的傻笑 面对边境非法移民激增时的 手足无措 以及副总统办公室内 公斗的丑闻 就像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嘲讽的 近四年时间里 拜登只让哈里斯专注一件事 就是应对边境非法移民问题 但他却完全搞砸了 非法移民长驱直入 让美国边境形同虚设 拿着这张成绩单的哈里斯 能否成为特朗普的克星 和民主党的救星 着实让人捏把汗 哈里斯的优势也不少 年轻人 黑人 女性群体的民调 哈里斯对着特朗普 都是遥遥领先的 而且他的负担并不是很大 像以哈冲突 他的对以色列的支持 以及对加沙地带的 这些民众的人道主义的援助等等 他是比较平衡的一个策略 所以并不像拜登那样 一边倒的去支持以色列 所以像密歇根这样的 穆斯林阿拉伯人聚居的 这个摇摆州 哈里斯可能反而会 比拜登表现更出色 像年轻人之前的校园抗议 对哈里斯则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反感 堕胎和女性生育权的议题 哈里斯也有主动性和主导权 而年龄本来是特朗普的优势 现在成了巨大的劣势了 哈里斯的搭档选择 接下来非常关键 特朗普选择万斯 主要还是意图巩固已有的盘子 所以哈里斯会尝试做大盘子 并激活从基本盘到中间 温和派的更大范围的选民 共和党这边 他整个竞选活动 围绕的是拜登的情况来设计的 包括特朗普选万斯 也是觉得对拜登稳赢了 所以想巩固党内的特朗普主义派 反建制派 而没有选择可以更多带来选票 能给他补差的更为温和的建制派搭档 那现在民主党一换将呢 特朗普好像有点后悔了 今天最新出来的民调 也让最近一个多月来 一直领先的特朗普 反倒出现了略微落后的情况 民主党党内提名的过程和代表大会潜在 也可能再为哈里斯提升支持度 所以呢本来已经失去悬念的大选 当前又开始变得具有竞争性了 在拜登宣布退选之后 特朗普第一时间回应说 哈里斯比拜登更容易击败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已经开始在亚利桑那 佐治亚 以及内达华 宾夕法尼亚州 这样的关键战场州 撤换先前攻击拜登的竞选广告 重新调配资源加以应对 于此事件之后 可以说特朗普的迎面急剧扩大 毕竟相比一个林郑换帅 内讧破碎的民主党 上周结束的共和党大会 显得无比团结 会上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 詹姆斯·万斯 正式成为了副总统候选人 虽然只是两年的民选经验 但是万斯身上有着 非常丰富的稀票元素 他来自以铁锈和农业区 双重落后地区的 贫困白人标签 畅销书作家 而且是硅谷风险投资人 年仅40岁 妻子是印度裔 他的成名之作是2016年 所出版的自传题小说 《乡下人的悲歌》 描述了美国铁锈带 工业落寞的地区 中下层白人的生活困境 包括产业化空洞 带来的地方阶层固化 滥用毒品等等问题 纽约时报认为 他的这个作品 能够解释特朗普 崛起现象背后 深层结构的问题 小说不仅大卖了300万本 而且改编成为的好莱坞电影 还获得了第93届 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如果说作为富豪的特朗普 对中下层的拉拢 只是一种选举策略 那么成长于铁锈带 工人家庭的万斯 则是中西部衰落的亲历者 与无数共和党选民之间 有着更为深层次的连接 比特朗普更能够代表 特朗普主义 在价值观上 万斯在加沙问题上 全力支持以色列 反对美国援助乌克兰 反对外来移民 拥抱经济民粹主义 支持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 这也都预示着 特朗普的政策方向 对于拜登退选引发的风波 特朗普表现得幸灾乐祸 拜登退选后 特朗普在第一时间 接受美国媒体采访 抨击拜登是美国历史上 最差的总统 还表示 击败哈里斯 比击败拜登更加容易 在近期的竞选集会中 他也毫不收敛地 使用侮辱性词汇 火力全开 攻击民主党 特朗普表示 自己卸任不到四年 美国已经变成了 一个衰落的国家 他将移民危机描述为 史上最大规模的入侵 指责佩洛西像狗一样 背叛了拜登 把拜登踢出局 还攻击哈里斯 恶毒和愚蠢 形容对方笑起来像个疯子 而特朗普的新晋竞选搭档 万斯 在7月20日 与特朗普首次同台的 密歇根州竞选集会上 也对哈里斯发起了猛烈攻势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She doesn't like me Kamala Harris said something to the effect that I have no loyalty to this country Well I don't know Kamala I did serve in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and build a business What the hell have you done other than collect the check 随后7月22日 在俄亥俄州出席竞选活动中 万斯大赞特朗普是好父亲 好祖父 关心人类 在谈到拜登退选时 万斯则抨击民主党林郑换人 是奥巴马索罗斯等人 进行的黑箱操作 是对民主的威胁 I was told I was going to get to debate Kamala Harris and now President Trump's going to get to debate her I'm kind of pissed off about that if I'm being honest with you The idea of selecting the Democrat Party's nominee because George Soros and Barack Obama and a couple of elite Democrats got in a smoke-filled room and decided to throw Joe Biden overboard that is not how it works That is a threat to democracy not the Republican Party which is fighting for democracy every single day 特朗普與萬斯的愛恨糾葛 堪稱史詩級 戲劇性驚天大反轉 萬斯原本以反對特朗普而聞名 早在2016年美國大選時 萬斯還是永不支持 特朗普運動的成員 他稱特朗普是白痴 文化海洛因 甚至一度把特朗普 稱為美國的希特勒 直到2022年 參加俄亥俄州參議員競選時 萬斯先行認錯投誠 並在特朗普的支持下步入政壇 如今 他成為了特朗普的副總統候選人 稱特朗普是他一生遇到過的 最偉大的總統 而特朗普也將他包裝成了一個 曾污入歧途 最終回頭失案的 馬嘎共和黨人 如果特朗普在11月的總統選舉中勝出 萬斯將成為美國歷史上 與理查德·尼克松並列第二年輕的副總統 特朗普提名萬斯 擔任他的競選搭檔 那麼好的方面是萬斯完全忠於特朗普 支持他的理念 不會搶他的風頭 再加上他比較年輕 40歲左右 跟特朗普的組合 能夠體現出共和黨的 這種待機的組合 體現出有活力的一面 不利的一面是萬斯 是男性白人 他們對女性 或者對少數族裔來講 就沒有吸引力 不利於他們去爭取 這部分顯明的選票 共和黨已經完全Mega化了 就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也就是反建制派取得了 壓倒性胜利及主導權 那選擇萬斯的最重要的信號 其實是共和黨 已經完全被反建制派主導 特朗普可以選擇一位女性搭檔 一位黑人搭檔 一位拉丁裔搭檔 但他偏偏選了一位白人搭檔 而這個人的民調還不怎麼好 至少不怎麼明確 可以選擇一位意識形態上 稍稍有差異的共和黨建制派 來彌補一下意識形態 以及受眾區域的空白 但他偏不 所以與其說選擇萬斯 是為了這次具體的選舉 不如說他是宣示了 這個黨已經改頭換面了 未來主宰這個黨 將是特朗普主義和反建制派 從另一個側面 我們可以看到 特朗普團隊的心理 已經不在今年這一次選舉上 因為本來在對陣拜登的時候 他們已經認為基本上穩贏了 更重要的是要保證 Mega運動能繼續下去 要後繼有人 選擇萬斯實際上主要也是在選擇 特朗普的繼承人 年僅39歲的萬斯 人生履歷非常精彩 堪稱美國版逆襲爽文男主 他出身貧寒 父母在萬斯仍在強保中時就離婚了 他的母親早婚早育且持續嗑藥 他從小由外祖母拉扯大 萬斯在鐵鏽地帶度過了 窘迫 動盪 艱辛的童年 成年後 他先是在伊拉克服役 之後進階耶魯法學院 常青藤精英 此後又從事風險投資 萬斯的成名來自於他自己 也來自於時事 在2016年 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時 他出版了回憶錄 《鄉下人的悲歌》 隨著全球化帶來的 加工製造業的外遷 昔日輝煌的工業城市急劇衰落 那裡因秀氣斑斑的閒置機器 被命名為鐵鏽地帶 萬斯以自己的成長經歷為線索 呈現了一個被時代遺忘的角落 曾經的繁榮已如過眼雲烟 留下的只有破敗的工廠 失業的工人和無盡的絕望 萬斯在書中寫道 貧窮是家族的傳統 祖先當年在南方當奴工 之後又當過農民 煤礦工人 近些年又當上機械工 在美國人的稱呼中 他們是香巴佬 紅脖子 或者白色垃圾 但對於萬斯來說 他們是鄰居 朋友和家人 萬斯的家族 與這個時代的變遷緊密相連 成為了美國社會階級固化 和流動性問題的縮影 割在以往 這種講述美國精英 白手起家的典型美國夢故事 不會有那麼大的關注 但是特朗普在2016年的盛選 把萬斯和他的書推到了高位 也正因為這本書 讓萬斯開始積攢政治聲望 逐步與金主和政客們建立聯繫 美國媒體指出 萬斯筆下的鐵鏽地帶 包括俄亥俄 密歇根 賓夕法尼亞 明尼蘇達 威斯康辛等東北部 及中西部搖擺州 而萬斯草根 鐵鏽州的身份標籤 也將有助於特朗普 贏下這些搖擺州 我從來看 多裝上有一個在港位 有很多工作人員 很多工作人員 他從來自航路的一切 從來自財產 從來自財產 終於完全摩擺州 別人在枱 我以為它會讓人 想太大秀 我從來自財產 我不是很陥闌 真的因為我們在荒加州 財產 我没有看到任何美国的支持者 在贡献中的世界 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支持川普 他只是一位 他会救我们国家 他爱我们国家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万斯的畅销书 或者看过原型为该书的电影 他利用自己农村的根基 将自己描绘成工人阶级的捍卫者 致力于将美国蓝领阶层的利益 置于其海外盟友的利益之上 他认为拜登在华盛顿数十年的外交 和国内政策给绣带各州的 被遗忘的社区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他来抨击民主党候选人在铁绣带的政策 也是想让部分选民感同身受 但万斯已经明显背离了 让他成名的那本书的前提和论点了 他的书尖锐地批评了他成长的文化 并表示他的社区 应该为这些问题承担大部分责任 而在共和党大会上 他把他的社区完全视为受害者 他说美国的统治阶级签了支票 像我这样的社区付出了代价 所以为了选举 同样的经历 是可以被解读成完全不同的叙述的 万斯步入政坛后 无论是形式风格还是观点 都与特朗普如出一辙 是特朗普保守民粹主义运动的 最佳代言人 除了反对堕胎 反对非法移民等对内政策外 万斯的对外政策观 也包含对后冷战时代 美国肆意干涉他国事务 张扬霸权作派 忽视本国民众福祉的批评和反思 简而言之 万斯在巴以冲突中 坚定支持以色列 但在乌克兰问题上 反对继续援武 而受美国大选风向的影响 俄乌攻守氛围 近来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在7月19日与特朗普通话后 泽连斯基释放和谈信号 称只要谈判条件公平 就愿意出席 特朗普万斯不想继续花 美国纳税人的钱和精力 尤其是生命 在外部冲突上 所以大概率会在全球范围内 进行收缩 对乌克兰的支持 尤其可能大幅度减弱 当然特朗普可能想全面收缩 把收回的兵力资源 投入到美墨边境 那万斯此前倒是想把一部分 转移到印太来对付中国 当然最终他们的设想 还是需要和国会的 对华鹰派来博弈的 除此之外 万斯还被认为是经济民粹主义者 万斯认为中国在经济 技术和军事方面 对美国构成了重大挑战 是比俄罗斯更大的威胁 他支持提高并扩大 对中国商品关税征收范围 并点名不应局限于太阳能电池板 和电动汽车领域 这与特朗普低利率 低税率 通过关税和激励措施 促使企业回流到美国 等经济主张不谋而合 而作为被美国锚定的 最主要竞争对手 中国则需做好准备 迎接美国在一系列 特别是经贸领域 可能发动的 更具胁迫性的压力行动 特朗普执政以后 我觉得他在对华关系上 会前面的收紧 就是中美关系会从拜登时期后退 那么特别是在美国对华经贸关系上 特朗普政府会推动脱钩锻炼 会在技术控制上搞大院高墙 所以这个中美经贸关系 会遭遇到巨大的冲击 另外其他的在外交安全关系方面 特朗普政府也会加大对中国施压 在南海台湾问题上 加大对华挑衅这样一个力度 所以中美关系会出现一个前面紧张 甚至局部发生严重冲突的 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来讲 也要及早就这样一个可能性进行准备 那特朗普万斯上台 在贸易上与中国的冲突将会进一步扩大 但或许可以为中国带来较大的国际空间 因为大多数需要多国合作的全球性议题 美国可能将不再愿意主导了 而中国则有可能有机会去展示领导力 去塑造新秩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